人氣話題來看到 南投日月潭最近這兩天的傍晚 天空都呈現粉紫色 看起來相當的夢幻 民眾看到了也紛紛拿起手機拍照 有迪克老師解釋 可能是因為受到了沙德爾颱風 外圍環流還有東北風的影響 大氣藍光散射的效應增強 再加上夕陽的紅光 才會出現這樣子夢幻的粉紫色天空 雾茫茫一片粉紫色的天空 看起來好浪漫 湖面也倒映著淡淡的紫色 更顯得夢幻神秘 南投日月潭最近這兩天傍晚 都出現這種美麗的景象 而有民眾剛好到能高越嶺古道登山 同樣也捕捉到了紫色迷蒙的天空 非常夢幻 整個奇萊山被粉紅色給包圍著 呈現了一種很詭異又浪漫的一種氣氛 民眾拍下這一幕直呼太美 原來這是因為受到沙德爾颱風 外圍環流影響 再加上中部地區背對東北風 空氣中的懸浮粒子變多 大氣藍光散射的效應增強 藍光配上夕陽的紅光 才會出現這種粉紫色的天空 中部地區屬於一個空氣對流比較弱的狀態 所以說藍光散射更明顯一點 就陽光從夕陽下這樣往上照上的紅光 再加上映照在天空的藍光兩個加強 就有機會讓我們看到像這樣紫色的天空 炫力奪目的景象甚至也出現在墾丁 紫色天空配上橘紅色的晚霞 也讓民眾忍不住驚呼 真的是難得一見的大氣奇景 記者曾鲁城南投報導